歡迎收看大人畫質 中國大陸推出自貿區一年多來 現在已經成立了四個 不過對民眾來講 可能最直接的感受是 採購跟shopping的地方變多了 對 不過自貿區 應該不是只是一個賣東西的地方而已 那大陸廣設自貿區的話 它其實有更深層的意義 今天就帶大家去逛逛大陸的自貿區 現場男畢是李甄權 李先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李先他自己在中國大陸有投資事業 同時他的公司還設在這個自貿區裡面 上海的自貿區裡面 跟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你要把公司設在自貿區 因為我們在上海是從事風景投資 就是臺灣講的VC 創投 所以說我們當時進入中國市場 第一個是中國 我們當時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覺得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起來了 所以來講會有很多的風景投資機會 然後國不其然中國現在VC 一共的二十五萬家 VC在中國這個市場裡面 然後第二個來講 自貿區上海自貿區起初的時候 它的Promotion的時候是說給 金融服務業 然後特別給企業是十五趴的稅 優惠 優惠 你設在自貿區內 跟設在自貿區外的話 它的差別是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你當時會選擇說 決定把公司設到裡面去 因為當時來講的話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是內置公司 是 所以說大陸的內置公司 所以說政府當時在Promotion上海自貿區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是有很多給給我們金融服務業 相關金融服務業有一些特別好的優惠 是稅務上面的優惠嗎 稅付自己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可以申請一些特別的補助 比如說我們某一些項目 是可以拿到它 那個工商銀行的一些特別優惠 大概是三個Percent的利率 所以是資金取得成本比較便宜 對 是 對一些上海自貿區的話 它當中一個特點就是金融創新 那你們設在裡面的話 就對於是你能夠經營的業務範圍 會比較多嗎 基本上如你你講的就是說 對我們做風頭來講的話 是在裡面跟外面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比如說我們現在基本上 雖然註冊在那裡 但我們我們的辦公室是在普通心區 是 因為必然做風險投資 你還是要 還要接近金融區就對了 對對對 你不能那麼 但是面對中 這個上海現在越來越走向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來講的話對我們早點進入的話 應該是卡位啦 卡位然後再來對公司的未來的發展 至少我們能夠取得比較多的一些資源 但是設在自貿區的考量應該還有其他的 像剛剛李先生您自己提到說 資金取得成本會比較低 然後有一些稅務上面的優惠 這是吸引人的地方 那另外在行政上面他非常講究所謂的減政放權 就我們臺灣講的單一窗口 這部分是不是在自貿區裡面 他差異是很大 跟在自貿區外 回答你的問題是 在二零一三年的時候事實上沒有 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 對 現在呢 現在的話 現在是一窗口 對 一單表 所以說 所以就是 那個三號 一口 是換事 就是說 等於說你一窗口 完全 可以搞定所有的 他的時間差異是多少 像我們自貿區來講 有這個窗口之後 像你經貿區計算今年才成立的嘛 他現在是 如果過去你要申請一個公司 大概你要跑三個單位 對 然後你的材料經過三個 比如說稅務 工商總局 還有資金總局 所以你要整個一個流程過來 最少二十九天 現在呢 現在來講 最久四天 哦 那很快 然後一個窗口 你只要給一個窗口 但一窗口就可以解決 然後你要申請一個 叫做報備 就是投資者報備 對 單 一戶文件而已 那就解決掉了 去年這個上海自貿區成立一週年的時候 他有個記者會 當時我去採訪 然後自貿區的那個官會主任 有提到說 就是如果說以通關檢驗來講的話 在上海的話 大概 因為自貿區成立的話 現在大概可以平均減少三到四天 所以就是效果還是 就是減證放學還是很大 就行政效率提高了 是 這四個自貿區 對一般的民眾來講的話 他雖然各具特色的 對民眾感受最深刻的 就是他進口商品是免費的 以上海民眾為例 據說現在他們到自貿區裡面 天天都在大排長龍 到底買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去現場看看 還沒開門的自貿區商店 店門口早已大排長龍 大批民眾湧入就是為了搶便宜 民生用品吃的喝的 不到一個小時幾乎銷售一空 越南的那個下輪48的那種 洪川路或者是在軍公路那個市場 大概也是50塊 528 比不比外面便宜我還不知道 但是比外面的質量要好一些 除了食品之外 連辦公大樓也受民眾追捧 因為坪數小圓今好 吸引許多小資創業家 進場搶購 這地方我來了將近七次了 為什麼這個畢竟是自貿區 現在是中國的大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房子來說呢 投資也還可以 自貿區設立 將使大陸民眾十一住行 娛樂進入新時代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很多一個像超市的地方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在外高橋的 進口商品直銷中心 對 那不過就是我們看這個話 就是觀眾朋友不要誤以為 就是自貿區是一個超市 其實不是那個概念 我還以為是免稅商店 對 其實那只是他自貿區 當中一個功能而已 不過因為那個 真的你去那邊買東西 比如說買那個什麼龍蝦 真的會比外面的話 會便宜三成以上 所以就是很多民眾 覺得感受最直接 但是除了就是 買那些進口的商品 更便宜之外的話 自貿區的話 對一般民眾來講 可以感受到哪些更多的 實質優惠 我想我舉兩個例子 自貿區裡面 第一個 就是剛才我進口商品那部分 對 像市來講的話 特別他自貿區 他有不同的進口 銷售 直銷中心 比如說在外貨橋有個酒類 對 有酒類的 是 那他他是專門賣葡萄酒 是進口的 進口的葡萄酒 對 所以他來講的話 從我們都知道 華國 意大利西班牙 美國 林智利都有 是 他是一個四樓的建築物 進去的話 第一層樓 都是那一個展示 你可以試飲 然後 也可以買 對 也可以買 對 那他買是有規定的 是 你一個人只能買二十箱 二十箱 他是不是二十瓶 是二十箱 二十箱 所以他其實是有點批發的概念 對對對 是 可是我可以買二十箱以內嗎 比如說我只買兩罐 可以嗎 也可以 也可以 最高限 如果你差不多二十箱 就不能夠超過二十箱 最高限二十箱 對 然後他的價格呢 價格跟外面的 比較起來 非自貿區裡面比起來 他差多少 大概三成 三成 三成以上 我當時去採訪 他除了是稅的減免之外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因為他物流出 倉儲也比較便宜 所以物價會低 那我們剛剛看到其實實體的一個商店 其實自貿區的話 你要買到那個進口商品 還有另外管道 就是他們簡稱就是那個 跨境通的一個 一個網路的跨境 我知道 對 上海有這樣子 對 不過那個 跨境通 跨境通 這部分是有限制的 是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個人 一年只能夠 買多少金額 兩萬人民幣 對 跟他外匯管制的金額是一樣的 每一筆的交易 只能在一千塊人民幣 所以他只能買 比較 一些小的東西 對 我那時候曾經去參觀 那個跨境通 他們的倉庫 他裡面進口最多的商品 一個是 奶粉 尿布 對 其實很特別的地方 對 但為什麼他們喜歡到自貿區去買奶粉跟尿布 是真的便宜很多 還有品質上面吧 因為自貿區裡面的話 至少他的品質 東西的來源是非常確定的 對 他們講說強調說那邊買到一定是正品 對 因為對於自貿區的東西 他有品質保證 是 如果你萬一有問題 他還有一些回收服務 對 那如果你在大陸來講 你要 要不然你就到一般的超市去買 對 或者去上那種海淘的網站 那海淘的網站買的話 他第一個 品質的問題 第二個 代購的話 代購雖然就比較慢 是 所以說 沒有自貿區來的方便 在自貿區裡面買 車子 同樣是百萬的豪車 我們講的都是人民幣 百萬人民幣的豪車 你在自貿區可以便宜二十萬 就相當於便宜台幣一百萬 可是問題是我在自貿區買了這個 進口豪車 售後服務 難道不會是個問題嗎 基本上來講 目前在天津 上海跟廣東 都有所謂平行 汽車的進口開放 最重要是第一個 他減輕了一些層層剝削的問題 比如大陸有一個叫4S 就是4S店 所以大部分來講 買車都在4S店上面去 可以從大盤到4S店 那經過多少的那個管銷的空間 如果你是買Benz的 那基本上他還是有Benz在國... 他還是有他的維修系統 然後目前平行輸入來講 他也是有可以直接在跟平行輸入店 來做這個維修的問題 因為他會有一個保固的整個體系 只是說他減少了一個 因為這樣子的成神的銷售 就等於在自貿區裡面買東西的話 它的價格是有很大優惠 除了民生用品 還有車子之外 其實藝術品現在也變成一個 非常特別的消費的管道 廣告之後我們帶大家去逛逛 它的藝術品保稅倉庫 這是我們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公共倉庫 我們現在所在的區域是油畫區 像這些油畫都是從美國入境到自貿區 在這裡進行倉庫 比如以油畫6%的關稅來計算 再加上增值稅和消費環節流轉稅 它如果就是初保稅區進行倉庫 或者展示的話 需要繳納相當於 或值24.02%的這樣一個進口的綜合稅費 那麼但是你在保稅區的 藝術品保稅倉庫裡進行儲存 就不需要繳納這一塊費用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上海自貿區裡面的藝術品保稅倉庫 據說在那邊是戒備森嚴 因為裡面放的都是價值成千上百萬 非常非常貴的一些藝術品 所以關於它的保全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傳說 李先生實地走進去過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個人沒有去過 不過我再來一次 你派人進去過 我請我的同事去看了一次 那他跟我講是 這是戒備森嚴 那他什麼戒備森嚴的話 第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他是在自貿區的一個說國家對外文化中心裡面 那他第一個人進去每個光卡必須要兩個工作人員 一個拿鑰匙 一個拿他的愛奇卡 才能夠開這個門 他一共有四道門 然後外圍四川的外圍都有鋼網 很厚的鋼網 那鋼網是用鋼條去做的 很特殊鋼條做的鋼網 那鋼網的附近來講的話 有紅外線的偵測 所以來講的話是感應 再來每一個紅外線偵測附近 你看到有無數的這個攝影機 他有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五十角的那個監視器就對了 他還有一個在每個牆上面 他有一個叫做紅外線的振動感應器 等於說那個牆 牆面有出任何問題的時候 他感應器晚上會發生聲音 那還好上台沒有地震 要不然他有地震的話 他那個警報器就一直叫了 因為他是怕 可能怕支出人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很緊密的場所 是 這部我看了一個資料 不想說數字正不正確 說一年的話 大陸藝術品的進口金額 大概是人民幣九十億 其實我覺得有點低 對 進出好像感覺有點低 可是他他這樣子九十億 這樣算下來的話 如果說他將上海自貿區 成立一個這種藝術品的 一個中心的話 他怎麼去進行交易 就是他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出來 倉儲之外 因為在這一個藝術倉庫 外面就有就有同一公司 就是他的上海的國際文化投資 發展公司 他在這外面 在同一個地點 做了一個所謂展示中心 對 很大一個展示中心 那展示中心在二零 在二零三年六月就掛牌 那我們第一次展示的是 他提供這個展示中心 主要是給幾個 比如說加士德 富比士 還有那個北京的加德等等 這些大的著名的拍賣場 對 來做這個展示 那他提供的場地 加士德在去年一九一三年的時候九月 第一次在加士德在那邊做拍賣 對 那目前他的數字 就是這家公司公佈的數字 他到目前為止 他一共拍賣的價值是九 就是拍賣的價值 大概是九十億人民幣 所以剛剛提到九十億人民幣 應該是單一一家公司 所以說你剛才的數字 應該是單一的一公司 他這樣子 那相信如果乘以三倍或四倍 也可能是超過三百億的人民幣左右 他設這樣一個藝術倉庫的優點到底是什麼 沒有 基本上來講的話 過去也沒有這倉庫來講 你當你那個藝術品 就算你要做展覽 一進來你就把我關稅 對 你就要繳那筆稅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畢竟來講 有些缺然做拍賣 但並不代表他馬上能夠 第二 他有一段時間 所以說來講 第二個來講 很多收藏家 是 他比如說 這一個藝術品倉庫 他也提供很多給一些很有名的收藏家 他能夠把帶管在那裡 所以說他有一些這種服務的方式 可能是他的保存條件 會比一般人放在自己家裡面 會更好一點 對 因為他整個來講的話 有很 比如說 他有完整的那個 就適度的控制系統 對 他整個完整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關卡的限制 所以說你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在那邊就比在家裡收藏來的好 對政府來講的話 因為這整個公司是政府後面的 在支撐的一個公司 所以對政府來講 他這樣的方式可以把 薩安的文創 是 哇 你在國際上 所以說他能夠吸引 加斯德 這些能夠成立 他的公司是在上海政策圈 是 就讓那個藝術品的投資人 在那裡有更好的選擇 還有他的投資的標的 可以在那裡獲得更好的保存就對了 對 還有一點是 增加上海國際聲譽 這是無形之場 我們講到同樣是投資的概念好了 因為既然上海自貿區 他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創新 那在那個自貿區裡面 他的可以投資的商品 有更不一樣嗎 在自貿區裡面 因為我看到那個人民日報 不是做了一個 就是說 自貿區到底對你的生活 會有哪些改變 寫了好幾個優點 其中有一個他是講到說 個人可以投資港股跟美股 這是指什麼 因為在自貿區裡面 就是你可以是合法的 但是在大陸也有 每一地區都可以投資 就是說 他允許是你可以在那邊開一個 以人民 目前還是以人民幣 為幣值 未來會開換說不同的幣值 但目前還是以人民幣為幣值 對 因為中國基本上希望慢慢 他朝一個方向去 人民幣成為世界的清算 貨幣 貨幣清算的一個基礎之一 所以來講的話 當然你剛剛主持人講的很多的 那個金融項目 其實很多 有時候我也搞不清楚 說實在的 因為也有虛 也有實的 比如說最近在上海就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就有人就是在自貿區開了一個 然後說他可以做期貨買賣 對 然後募資的大概是兩億人民幣 對 就後來換去空頭了 所以他是非法吸金 在自貿區裡面騙人 當然你說你在自貿區開這樣的東西 大家都信以為真 而且他因為他秀出自貿區 他有一個office等等的出身 都是合法的 我們現在還看到一個訊息 就講說上海自貿區的話 還要成立一個臺灣商品中心 就由自貿區跟臺灣一個 一個中小企業協會去合作的 這個臺灣商品中心 預計是在今年大概九月左右 如果順利的話可以成立 如果這個商品成立 這個中心成立之後 您覺得對臺灣的中小企業商品來講的話 哪一些東西在那邊賣給上海民眾 是有利益的 我第一個直覺是面膜 面膜 大陸員喜歡臺灣的面膜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大陸基本 他在所謂自貿區這一部分的 所謂國外商品的話 要的就很高檔 對 要的就是非常的比較生活的 比如說藍粉等等那些 這一部分的消費 很消費品的東西 他兩極化東西比較 那如果是在 台灣的中間的話 在在大陸就是 你要有失省定位 所以因為臺灣畢竟來講 高檔比較不太容易 但是比較一般 消費性的 比如說化妝品 或者是說保健食品 這部分來講它很多 那這邊是 或是面膜等等那些 這部分是應該是有 有它的空間存在 Maybe 臺灣的精品 就那個冒險 他們在推的臺灣精品 臺灣精品也許有機會 可是我想到的是 萬一以後就是那個商品中心交易 臺灣商品中心成立之後的話 以後那個臺灣民兵展 還需不需要繼續舉辦 這個問題 不過自貿區 對大陸帶來改變 可能不止剛剛我們提到那些 就像馬上回來 臺灣大陸的貿易戰略 希望說從上海可以複製到一個完整的經驗 然後把它建立到各地去 一年多來已經民眾開始感受到他的各種好處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 叫做周邊的房價開始漲漲漲 我們網友就問了 他說如果想到自貿區去創業的話 他的辦公室租金貴嗎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幾年我們在上海很明顯的 就外高小奈利 剛開始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大概租金來講的話 大陸是算一天 一平方米多少 多少錢 那時候來講 如果以一百平方米大概三十坪左右 那時候我記得是大概是人民幣六千塊 到去年是最高的 同樣的三十坪 大概是一個月是兩千七百塊人民幣 兩千七百塊 可是他原本 原本是 六千漲到兩千七 那兩萬七千 兩萬七千 對 可是他比如說原本的話 就是一百平米的話 六千塊的話 他在整個上海當中的話 這樣的價格 比如說跟陸家旋那邊比較起來 陸家旋那邊的話 他那個時間點大概是多少錢 那一邊來講 陸家旋那邊比較不瞭解 那如果是普通新區那一部分 你講的話 大概大概就八千多 所以他原本是偏低的 因為他也比較偏遠 對 非常遠 他離市中心 離他的金融中心實在太遙遠了 所以他的租金比這邊便宜是理所當然的 對 但是他據說他的漲幅 就從他剛開始設就二零一三年九月 一直到現在他的內部自己區內部的漲幅是很高的 不過今年開始下來了 主要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供給多了附近的新的大樓都出來了 第二個來講的話 因為你比如說因為我們公司在那邊 我們剛才在那邊註冊 但是我現在的公司並不在 呃 實際辦公司不在那邊 對對對 因為我們在普通新區 對 那要放那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很多也是採用在那邊 除非你必須要有一個location在那裡 然後做一些比如說展示等等那些 那一般來講金融倒是很有必要 一定要在那裡 對 所以他現在的價格大概是 一萬就是所謂的三十平大概是一萬三左右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自貿上來自貿剛成立的時候 他是以那個原本的外高潮保稅區為基礎 他們成立嘛 所以那邊原本應該是工廠多 不是不是商辦大樓多 所以一設立之後就很多公司想要進去設辦公司 可是沒有那麼多辦商辦大樓 所以就是租金就漲 所以那裡出現一個很特 一開始的時候出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是一塊門牌上面好像掛了好幾家公司 對不對 你對 李先生你的公司是不是這個重要是什麼 我們也是那樣的 因為在大陸來講 這部分是很普遍的 對 就自貿區來講 上海大概一年掛這樣的區 我們就虛擬住址的話 大概是兩萬塊人民幣 一個一年兩萬塊人民幣 對 就剛剛借那個門牌掛下 對 那如果說你是到廈門 或者是說福建大概是六千塊 然後天津貴一點 比福建貴一點大概八千左右 對 所以上海算還很貴兩萬塊 對 所以這樣算起來是划算 就是你一年只要花兩萬塊錢 你就可以在那邊享有所有的優惠政策 可是你又可以在市中心裡面享有它的便利 對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在效應上你是一個自貿區公司 在大陸是自貿區公司 每自貿區公司 基本上對於大陸人的感覺是不一樣 然後 所以說你會 你常常看到很多的公司 它會寫說自貿區公司 也在裡面上面 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 你可以拿到自貿區 隨時 國安中心給你一些特別的優惠 或如果有一些投資案 他會優先去要求你 是不是能夠參與等等那些 那你會拿到一個很好的好處 對 不過我們今天討論的其實是一般人 對於自貿區比較直觀的感受 但是讓大陸推動自貿區 一個很重要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啟動下一輪的改革開放 想一想 咱們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拖了好多年的法令 到現在還沒有過 該怎麼辦 謝謝你的收看 也謝謝李仙 明天繼續大款式 吃品 吃團 吃君子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